岛内的经济至少搞好吧 这是我们非常卑微的要求 那你现在你在岛内自己 不断地搞很多的意识形态 你现在在外交上也突破不了 不要说我们很多的国际的组织 都参与不了 这就是我们外交上面的困境 所以今天萨瓦多做了一个 对他国家有利的一个决定 我们除了说我们气扑扑地 去骂大陆之外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 可以协助我们在外交上面的突破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去探讨的 再来我想今天大家很多人在问说 这位我们的这个部长 有没有下台的必要 因为他才上台这个三个多月 已经连续丢掉了三个国家了 他今天说法是说 他的去留呢 他会跟上级讨论 萨瓦多被断交是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跟上级讨论之后 会决定他的去留 那当然我们就是说 萨瓦多的他说 如果如他所说 六月份外交部已经掌握到情况了 那么他七月份也特别 根据萨瓦多了解情形了 那最后好像就是不了了 表示今天的结果就是如此 每一次我们就是被迫被通知 我们被断交 那我现在要了解的是 你到底有没有把这个情形 跟我们蔡总统报告啊 那或许我们就会变动的 让蔡英文这次的出访的行程 会有些调整 或许会低调一点 或者是或怎么样的变动 我不清楚 或许今天的结果就会不同 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外交部的部长 你的能力跟你的责任 你就是如此啊 那今天下台 这是一个政治责任的负责 但是我也不认为说换了一个部长 就会对我们的外交部优所突破啦 下一位部长上台 也是为下一次下台做准备而已 你干脆就拿一个人行力牌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谁上台 然后就被断交 然后再信服部这样 然后声明导放抽屉 对 都拿出来 然后那部长又下台就换一个 这个已经对我们国家 好像看起来变成是 这两年来的一个常态 那能不能蔡英文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除了谴责大陆之外 然后说我们不要金钱进主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协助我们台湾在国 不要说增加邦交国 我觉得这个都无所谓 但是我们在很多国际组织的参与 确实就是没有办法参加 这是我们台湾所关切的啊